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随着三生三世枕上书高天剧情的推进,很多人直呼要嫁一定要嫁东华帝君这要男人,因为他有房有车能力强,无富无母没负担,还有大把时光谈恋爱。 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,目前看起来很甜,可是长久以往,恐怕你会受不了啊。 那就是爱吃醋,嫁给一个爱吃醋的人可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呢。 一,吃醋又不问原因,东华帝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凤九的呢? 应该是他从凡间历劫回来以后,尤其是凤九跟着阿黎住进九重天里,东华帝君似乎对凤九产生了极大的好奇。 随着交际的增多,他对凤九越来越有兴趣,尤其是他不小心把他掉进范英谷那半年,当他半年后进入范英谷时, 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对凤九的那份不同。 这份不同让姬恒如临大敌,让节律之难而退。 他看不懂凤九的心思,于是每每看到凤九跟小燕魔君在一起,他就吃醋。 他故意不让凤九拿到平婆果,抱姬恒去疗伤,其实是因为他吃醋了。 但是他没想到,凤九本来就一直误会他与姬恒。 他与姬恒的亲密不会让凤九吃醋,而会让凤九伤心。 帝君跟小燕魔君换了住处,还让凤九封闭练习,有一天小燕偷偷找凤九去安慰乡里蒙。 帝君也是吃了好大的醋。 还有看到凤九那么熟知小燕魔君的口味,他也是醋一大起。 他还问仲林怎么让一个人消失,又不让其他人察觉。 其实可怜的小燕魔君,他与凤九只是闺蜜而已,这种吃醋,在我们外人看来,是很甜蜜的,可是对于凤九却是负担呀。 本来好好的朋友,却被当成情敌,让凤九怎么办呢? 二,吃醋又不讲道理,帝君比一般人吃醋更可怕的一点是,他吃醋呢,还不讲道理。 他和凤九的原神进入阿兰惹之梦,一开始他找不到凤九。 看到菊诺怀孕了就怀疑凤九可能附在了他的身上,于是对他关怀备至,甚至还烤了红薯给他吃。 结果后来发现,原来凤九没有附在菊诺身上,而是附在阿兰惹身上,转而一心对待阿兰惹。 阿兰惹问他,这是怎么回事,他可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。 于是他说,是因为他吃了酥墨叶的醋,所以才会那么做的。 凤九果然无言以对,凤九看了醉酒的陈夜,陈夜想摸凤九的脸,帝君感到立马把他打晕了。 还说,不管什么原因,反正想摸你的脸就是不对的。 后来陈夜觉得有点失态,所以去找凤九道歉。 他故意选择晚上去,就是想看看晚上是不是希泽真的会在凤九房间。 结果,这又被帝君看到了,很生气地说,他怎么这么晚了还来,真是不避险。 凤九立马回道,你很晚了还不是跟姬恒在屋里讨论情,我说什么了吗? 帝君回避问题说,我困了,想睡一会了。 只有凤九这样的性格,才能不在乎帝君那点不讲道理吧,要是换成白浅那样性格的,肯定是会生气的呀。 不讲道理,谁喜欢。 三,吃醋又太过霸道,帝君最大的缺点应该是吃醋又霸道吧。 凤九关心了苏莫叶几句,丁就说,你关心我,又关心陈夜,现在连苏莫叶都开始关心了。 这哪行儿啊?要是帝君知道,他让苏莫叶回去休息,苏莫叶却去看了凤九。 凤九还送了苏莫叶他没吃到的糖狐狸,一定也会很生气的吧。 就像凤九说的,是不是我以后跟谁说话都不行啊? 人是一个好字,你好好学学吧。 帝君的霸道不止如此,每每看到有了竞争者,他的反应都是怎么干掉他。 前面对小燕魔君是这样,如今对陈夜也是这样。 不知道当他知道陈夜是自己的影子之后,会如何。 吃醋,在恋爱中是种调味剂,看到对方为自己吃醋,自己的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。 但是吃醋也一定要有个度,否则,这就会成为影响你们关系的一个大忌。 生活中,因为吃醋而做出出格的事情的人还少吗? 所以,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远离那些,爱吃醋的小心眼的人,因为这样的人心胸太小,容易走极端,到时候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他。 都是一种莫大的伤害。 当然,如果帝君吃醋是装的,就是为了逗一逗凤酒,言行有度,这才是最完美的恋爱对象啊。 你觉得他是装的吗?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